今天的比赛仍然是来自中国台湾省 今天有两场比赛全部KO获胜 好那么接下来我又跟大家分享这场台湾省的地下拳赛 矮个子的黑豹高个子的理惑恶魔 好比赛开始 高个子的恶魔首先发起攻击 哇这个姿势啊着实有点难看 黑豹正登腿 黑豹冲上去后手拳 黑豹的个子不高 但是打起来还是非常勇猛 恶魔的身高必长 打出这种非常怪异的勾拳 让人想不到的是效果还非常好 几几勾拳把黑豹打退 这个黑豹可能是被打懵逼了 恶魔把下巴送上门他都不知道打 恶魔发现自己的勾拳还挺有效的 于是持续击打 黑豹被打了一阵 终于想起来反击 黑豹把恶魔推到擂台边 这个摔来摔去啊 像不像你小时候打架的样子 好黑豹终于把恶魔给摔倒 这种比赛的规则 就是十秒钟必须起身 所以说黑豹有十秒的时间 可以击打 这个黑豹也是斗逼 非要跟对手破个拳 黑豹正蹲腿加个后直拳 那么好 第一回合时间到 那么很快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到底是黑豹吃掉恶魔 还是恶魔吃掉黑豹 再次看到恶魔使用这种勾拳 看这种动作真的是奇怪 但是更奇怪的是啊 对于黑豹来说这个拳打得非常有效 黑豹被打击了再次爆摔 双方的地面持续了十秒钟 好现在双方起身 感觉黑豹有点忌惮恶魔的勾拳 哇黑豹被恶魔一拳打倒 恶魔跟上去继续补刀 恶魔现在是一招先吃变天 哇这个拳是连勾带滑 一拳把黑豹勾倒 黑豹直接被KO 说实话这种怪异的勾拳 我在这个拳台上是第一次见 千万不要滑走 第二场比赛更加精彩 马上就来 那么第二场比赛马上开打 那么第二场比赛马上开打 好比赛开始黑短裤的发哥对阵蓝色短裤的胡尾狼 发哥的体型是略显臃肿 胡尾狼看起来是更加的健硕 胡尾狼率先打出后手拳 发哥低扫 胡尾狼反击 这个才是有魔人的打拳 刚才那个就是乱打打架 但是也KO了 发哥几击重拳都没有打中 我个人不测 胡尾狼是有很多的实战经验 距离感非常的不错 双方开始竞技力拼拳 哇 胡尾狼一个后手重拳 把发哥击倒KO 这一拳是非常的重 而且打在了太阳穴上 胡尾狼KO发哥取胜 爱格斗爱生活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很多兄弟都盼望着大桥开偷 我们一起开车去我们的宝岛台湾 和队岸同胞们交流学习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